这些鸟类呢 我们在犯规的时候呢 也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 那么这些设备呢 就是获得我们鸟类在野外 对野外的一些活动的数据 那么为我们后期评估 这些鸟类对于 对于这一个陌生环境的 适应的情况 那么这些数据呢 也是有助于我们以后 放归更多的鸟类提供帮助 不许我们可能会把这些鸟类当做一个观山鸟 作为一个龙养养在家里面 但是现在这些鸟类全部都被列入了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根据我们的刑法新的规定了 哪怕这些鸟买回家养 那也是不行的 也是会涉嫌一个违反到 危害珍贵并为野生动物的罪 然后也是会有可能被追究一个刑事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